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说 中国通讯巨头中心公司周末已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并签署一份原则性的协议 此举将挽救濒临陌路的中心命运 允许这家电讯制造商恢复于美国供应商的采购业务 不过有关报道刊登后立即引发了国会民主党人强烈反弹 据报道属实 总统就是将中国而非美国置于优先地位 来自纽约州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扎克舒默在声明中说道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份初步协议要求中心公司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 另外拿出4亿美元纳入托管账户 防止未来中心再次违反制裁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商务部还将修改与中心达成的2017年和解协议 将中国已经支付的3.61亿美元罚款算入其中 这样美国政府可以宣称 中心因为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 而总共向美国支付了17亿美元 除此之外 中心还必须随时接受审查 以确保美国公司所供应的零件都被如实使用 并在其网站上公布美国零件在中心产品中的使用详情 中心公司还必须在30天内对其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整改 报道提到商务部发言人詹姆斯·罗卡斯表示 这项原则性协议并非最终协议 目前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具体协议 不过这并未减轻国会的反对声浪 舒默痛批川普政府说道 通过解脱中心 川普对中国的态度就像是吼得像头狮子 但做得像头羔羊 国会应立刻两党齐力阻挡这份协议 美国国会一直以来将中心通讯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有关议题上出现难得一见的团结 要求对中心采取严厉反制措施 坚决反对放松中心制裁 不过中心的议题也在近日成为了 国会与川普总统之间的最大分歧议题之一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 来自Virginia的马克沃纳也发表声明称 这项决定将是严重错误的 他说如果报道是真的 这将是重大错误 中心对我们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并非我一家之言 而是我们所有情报单位的一致结论 美国供应商大约为中心所制造的产品 提供25%到30%的组件 这些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和搭建电信网所需的设备等 以上是蒋洋洋为您播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